蝦米 思思姐 天然哥在吗 里面呢 我帮你叫他 不用了 思思姐 我是不是 哪里惹你不高兴了呀 这话怎么说呀 今天天然哥本来说好 要帮我大扫除的 你现在非要霸占着他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呀 我 我 霸占他 是公司的任务太多了 我就是给他提供点 工作的便利而已 思思姐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你就仗着自己是 天然哥的组长 不仅在公司里 对他指手画脚 现在周末了也不放过他吗 天然哥每天很累的 我都心疼他 你心疼他 你还让他帮你大扫除啊 我们这么多年 师兄妹关系 在学校就这样了 而且我们早就不分你我了 虾米啊 这学校是学校 社会是社会 人呢 总是要学会长大的 再说了 我是李天然的组长 给他布置工作 是天经地义的事 以后 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别想用他 还要叫他吗 还要叫他吗 不必了 天然哥 那个 蛋扫除的事 我自己来就行 就不用麻烦你了 你早点回家休息啊 不要太辛苦了 拜拜 拜拜夏敏 你 他们是在给我吵架吗 没想到我李天然 居然还有今天 我可太抢手了 李天然 回去吧 我刚没听见 发生什么了吗 下雨了 下雨了 我得走呢 下雨天 最适合甜甜的约会了 下那么大雨啊 是啊 我没带伞 怎么办啊 天然哥 没关系 我有伞 我送你 那 辛苦天然哥了 好 走 下这么大雨啊 天气预报又没说下雨 我又没带伞啊 怎么办啊 天然哥 是吗 但是你挺有心见之明的 还知道穿雨鞋 好 这我不想动 我不想吓 你走 你听我说 今天天气特别好 你跟我去溜溜狗 顺便溜溜你 走 我不去你听人 你你再比我 民主测评 我给你打的分 你行不行 你不会的 你这个包嘴都不听 我知道你特别想干 整理人之间的相处 就是有关 是吗 我之前有点菜 给你好脸犯 我就不应该换了你 你竟然也不带你跟爽 那我不去 我不去 我不去 你把我放手 我拼打的分了 天家们